你好 歡迎收看11月27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如宇慧 第二十屆的新科花蓮縣議員 有好多位在一大早就進行了卸票的行程 感謝鄉親給他們支持 他們也表示未來會強力監督縣政 謀取鄉親最大的福利政策 也會在議員的角色上做好監督縣政府責任 並且溝通解決鄉親所托付的重責大任 經過一個月的選戰協議之後 在請求與肯托之下 花蓮縣議會第二十屆新科議員 27號進行掃接拜票 並感謝支持的群眾給予的力挺 最終也獲得了勝選 新科議員都表示 未來在花蓮縣議會 絕對不會辜負鄉親給予的期待 將會盡責的做好民意監督的角色 當然這兩年多來 子芳每一天都兢兢兢兢的在執行著 我也希望在未來的這四年 子芳會更立行所有的議員的職責 之後這個責任會更重 更重 再來我會把每一天當成是 這就職的第一天來去做 最後呢我還是要在這邊 誠懇的謝謝大家 力挺子芳 讓子芳有這個機會再為民眾來服務 許子芳 動帥 許子芳 動帥 子芳 許子芳 動帥 許子芳 動帥 許子芳 首先呢在這裡要感謝我們的鄉親鼎力的支持 讓鄭文呢能夠再次挺進議會 讓這個鄭文能夠繼續為我們鄉親服務 未來會更努力為鄉親解決所有的問題 也會針對我們原住民權益的部分 去做過努力跟打拼 在這裡再次感謝我們的鄉親的支持 我想你們可以隨時隨地的 跟我反應你們的問題 我也可以隨時隨地的去解決你們的問題 這是我最終的服務的目的 謝謝 首先感謝我們的鄉親給我這個機會 能夠順利當選 那未來的四年 平陽也秉持我們競選之中的一個口號 一人當選 兩人服務 我跟我的母親一樣會繼續服務我們的鄉親 那也期盼帶來更多的福利 以及更多的建設 爭取給我們的鄉親 選票的多寡 不管是上或不上 只是因為今天為了族人站出來 也就是為了背負了大家的責任 我希望為原民繼續做付出 也非常感謝我們這些支持者 讓俊佑能夠在未來四年 繼續為你們奮鬥而努力 俊佑在這四年 我會答應大家 我要更認真 更努力付出我的一切 也祝福大家 一切平安喜樂 感謝你們的支持 謝謝你們 花蓮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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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一傑 歐燕志 我們三位都能夠順利當選 謝謝我們鄉親力挺新世代 我們未來將持續為花蓮這片土地而努力 持續來監督市政 持續來強力的監督憲戰 憲政 我們未來一定會更加的努力 不負我們所有鄉親的期望 讓我們一起讓花蓮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選區登記二號的候選人林平洋 雖然是政治的新鮮人 但也延續了母親32年的問政經驗 最終獲得五千多票 成功延續政治世家的香火 記者凌結 綜合報導